第十七季第二集 剛才送完大禮 接著就是可以玩蜘蛛俠了 Hot Toys本身近期派貨也派得很凶狠 也很密 當然整個最熱門的一定是Mark 85 等換頭 接著就到這隻Mark 4 Schultz 其實在造型來說 它跟這個元祖都很相似 整個感覺和身形比例都很重元祖味 不過它是變成金屬色 除了金屬色之外當然有其他東西玩 不過稍後再慢慢試 基本上這次 不過我想說多一點 其實Spiderman這個遊戲系列 基本上它大部份的作品都挺高質素的 你問我最不滿意 但外形最漂亮的就是Iron Spider 確實是 其實我覺得它整個系列都有一些一反傳統 因為當年它賣第二隻PS4蜘蛛俠盒的時候 大家在出貨之前很熟悉它 我非常喜歡的 其實在它當時只是觀圖的時候 大家看它又是蜘蛛俠盒 又是那些東西 但是其實它出貨的時候就覺得 又不夠肌肉感 又或者是穿下去好像不夠貼身 到它一出貨就換了 今時今日它們整個系列都用的一些肌肉 肌肉表面的素體 包括身體的正面肌肉 背面肌肉 甚至乎肩膊的三角肌 這些斜方肌全部都出來了 所以它整個系列都很高質素 主要也是因為這種肌肉的質感 包括你捏下去也很棒 我先給大家看 你看到本身肌肉的胸肌 肋骨 腹肌 大家例如說下體 它本身每一個位置 手刮 腳的大腿 連膝蓋的造型也有做 其實在技術來說 是甚麼技術 其實這些應該是它們很輸入機密的東西 當你有緣拆過它的話 你會發現它裡面是 類似一件布的皮 然後後面是有一塊膠的 至於那個膠怎樣附穿下去 就不知道 其實它很厲害地 它在附穿的時候 那個膠本身有個造型 然後它就將所有那些凹位 凸位全部都貼到下去 然後再將它套上一件衣服 再穿回去一個素體裡面 所以它主要 這件事是靠它這件衣服穿到身上的緊度 亦都是它那個不知名貼合的技術 令到它整件事變得那麼完整 而其實最厲害的一件事是甚麼呢 這件事可能做的技術不是很難 但是問題是它能夠將這件事帶下去生產 而它每一隻貨都做到這樣的質素 是很困難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說 Hot Toys有時 你知道很多染絲官就說Hot Toys QC不好 但其實它的QC 其實它的QC是基本上 如果你以一般玩具的程度來說 它是好得不得了的 是很厲害的 這個我很坦白說 譬如說有時我們平時開Bandai 特別的Metal Build 你都沒有特別就着QC 在Metal Build有甚麼優點去講 是啊 每次都是差一點 可想而知 剛才已經轉了一個圈子給大家看 當然它的重點除了主體可動性之外 也是有配件 今次的配件或者阿嘉都可以讓大家看一看 其實我個人覺得這款的配件比較少 例如之前Scarlett 又有Pizza 又有電話 又有相機 又有甚麼 但亦都有機會可能是它本身在遊戲中的 可能是劇情內的表現不多 所以沒有那麼多的東西 它整個樣子比較classic 所以它的配件 除了蜘蛛之外 其實都基本上只有手形 蜘蛛絲 以及兩對可換眼 如果大家有追開蜘蛛盒Figure的話 這一系列的手形 我想除了顏色之外 基本上都是跟早前的不會有太大分別 另外本身 當然了 這次這個M4鏡頭的最大的賣點 我不敢說不是配件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台座 基本上就是整件M4鏡頭的重中之重 這個算不算配件還是主體呢 說得好 你問我 我覺得它比較主體 真的 當然了 如果大家已經有玩過黑豹 其實造型基本上是一樣的 不過這次就用這個Spiderman做主體 在台座和支架製作多一點 或者我轉個後圈給大家看 主體都是由兩組 這個紫外光燈組成 整體都會見到每一邊 有11眼的紫外光燈 就射到主體上 就等它那個特別效果 全部出來了 不過我不展示 其實我每次看到這個地台 都覺得HOTOUS有一樣東西很厲害 它用一個很低的成本 做到一個很大堂的東西給你 其實這個是一個卡紙 裡面包了一個form 即是發泡膠 然後它再雙燈進去 另外這個地台 它下面兩側的就是一個吸索 所以其實它整個成本很低 但是它做到一些不用用很多錢 就可以給到一些很圓滿的東西給大家 因為當初記得 它有些沒有跟到UV燈的時候 其實很失望 亡羊保留下一款其他東西 就會做給你 所以很棒 但是我自己個人就覺得 例如這個卡紙 其實它的地台有些膠片很英俊 如果它這個卡紙可以換成這個類型的膠片 來去做 或者它這些地台經常印得很漂亮 有磨砂 又電度又光面又什麼 它做下去一定很棒 還可以有一個突突的手感 加400可以嗎 應該印象卡而已 它是不是都這樣接的 可能是幾十而已 其實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提議 如果真的加幾十的話 希望是 手工也是這樣 是印那張東西不同 好 玩一隻G-Jab 其實本身 這次它始終要跟回Gimmick的問題 也是用了類似PVC的表面 坦白說 我真的最擔心這種質地 可能你會比較清楚 將來會有出油和脫色的機會 其實比較接近的就是 大家有玩過Avengers 3的Iron Spider 其實質地 我眼看的時候 沒有兩隻對比的時候 眼看是很接近的 亦是稍微比較厚一點的膠料 然後紅色亦是很類近的 所以一開盒看到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感覺 會不會像上一隻一樣 會無緣無故退出一些橙色 但能否說是退色呢 我又覺得有點相確 因為我見師兄拿一些濕紙巾 下的圓紙巾 插完之後便會變成紅色 它又不是退色 插完之後便會變成金屬紅 例如說有些專業人士 really can share 我自己的擔心 在不移动的情况下是很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到红色的红色 当然是用正常的塑料料 但其实是很难的 要配合PVC质地的金属色 要有很高的技巧 它真的能做到 而且整个的红色是没有色差的 是很适合的 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我最担心的就是时间 我不要说是太久了 可能说一年 whatsorever 本身这些真的会不会 脱息或者退息呢 如果业内朋友或者真的 有一些专家可以分享到的 麻烦在下面评论一下评论我们 我真的想知道这些质才的 持久度是多少 因为这件事真的是 对我自己来说 或者对比较多的玩家来说 是比较担心这件事 好我自己吐完苦水 真的要动一下 唯有用时间来引证 我觉得 其实本身 刚才加都所说 这一只Spider-Man的身体 都是 出了很多款 都是这一种玩法 所以变成在可用性 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其实它出那么多款的时候 中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它是有些变化的 一开始的版本 只是做正面有肌肉 之后开始就 出了两三款 背脊都开始有肌肉 已经掌握到那种技术 是 因为其实很难对的 正面 因为它做到上来的斜方肌 这些部分 它都会有些肌肉的胶 其实它这个 还要车在一起 是很难对的 所以 它真的很劲车 而且它车在一起 是间调 蜘蛛的格子 那个位置 去车 很劲 也不差 刚才我已经做了一个 榜头的姿势 变成大家 冲下去的 动作是绝对做到的 它连颈位 这些肌肉纹都做了 这个真的挺电的 手 我不敢再抹上去 不是说不行 我抹底 另外 向前 我想最主要是看 看看报名有没有什么古灵精怪的异样 大家就收手了 会不会拉到开始有起狠 算了 由于它这个尿比较厚的关系 所以它摺出来的 都会比较 那个摺比较劲 我不敢说我叫回弹 但本身你会看到 这一太大的动作 就会有些走位 是 手肘 都可以的 绝对做到这个90度 已经有一些狠狠 是的 有些狠了 我摆明是好出来的 因为本身手都是用一些 平时用的硬的塑料 所以就不用担心 蜘蛛发射器 都很精细 都可以拍一拍 可以吗 可以吗 不断拆一张丝 可以吗 可以 好 你 是ok的 是ok的 真是ok的 是好腰好腎的 你夠膽扭就ok的了 聽到聲音 ok的 怕我看會不會變 啃的聲音會不會有 好害怕啊 激化了 好啦 你肚痛 但他也有件事 從黑豹的時代開始 其實他向前摺條腰的時候 他這個位置就會有腹膠 放進去 如果你屈完之後 就會變成這裡好像有一片東西 所以其實當然 除非你放一些很誇張的姿勢 狗姜 當然不動它 否則我都極度建議大家 麻煩你拉回到正常的位置 再撿回正距 另外我想提一提 其實大家在拆出來的時候 都會看到一些 軟墊在一些 在貼近的位置 其實當大家 當大家 放入盒的時候 最理想就是 放好的才放入盒 如果這個Display的話 都盡量不要太大 即是 位和位之間 貼得太近 否則 都真的有機會會掉色 和黏住了 好了 玩完手 玩完腰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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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痛 你看看 其實是OK的 你夠僵動就可以了 不過 都是那句 你動完之後 太大動作 都會有少少走位 但是記住 拉下來就算了 看到都不太過分 聽聞 有些師兄 這樣去做一些很大的動作之後 可能嘗試放幾天 然後他就放直去 他在躍乾時間 可能等幾天之後 他會縮回原位 不過 我想這件事是很有時限性 若然你真的放太久 是很有勇氣 是很有勇氣 他還拍 有張相片 好像整個屁股 鬆了 這裏有舊東西 然後他再拍 隔了幾天之後 再拍 他縮回上去 所以 真的很講求大家的勇氣 但他亦都 可以有他的可換性 反而膝蓋 就動得自形 over 這個90度 後面 我想到他越鬆了少少位 所以變了動的時候 反而這個關節 我就覺得 沒有那麼牙煙 也可能因為他主要是 藍色的部分組成 是薄身一點 因為紅色的材料 很明顯地 是比較厚的 好了 腳裸關節 其實跟狂戰士都差不多 好 嘩 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厲害 等一下 鋪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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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甚麼穿崩 鋪得挺漂亮 而且很實淨 是 可動 大致上還有左右 好 好 極靠 再扭就回彈 好 好 真的 我心很痛 一直看著玩這些 唉 真是 我真的沒甚麼勇氣這樣玩 而 見到真的很感嘆 你既然玩Spiderman 那些眼條換的我不同 你浪費一點 無謂時間 每隻都是這樣玩的 每隻都是這樣玩的 真的要 真正的賣點來 是嗎 是 是不是要懂得 應該要懂得 應該要懂得 但是 我又見到一點 關於之前 大家見Mk85 就覺得 鋪住的 貼得不夠 很多人 改肩膀 是OK的 是正常很英俊的 背闊機沒有問題 只是裝備 但來到Spiderman 就知道 你的手 蟹蟹蟹多了一些 沒有了 那就要C站 要站成 其實這些真是十分癬 倒是那句,如果是C站的,那就好地地了,你就當雕像了 你可以看到本身Spider-Man的衣服 會有很多條紋、格子、網線、遍佈全身 當你用這個紫外光燈射下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所有細節 而我覺得最驚訝的地方,就是連頭盔也做到的效果 這個就真的沒什麼話說 但頭盔的格子跟身體的尺寸不同 我發現胸口的蜘蛛旁邊的綠色菌邊線都有一齊著光 最初我看到那個螢光色,我還以為是夜光去除光射進去 其實不是的,但大家如果看到用這個紫外光燈射進去 效果就出來了 好,好勁抽 除了勁抽,不知道說什麼好 所以大家有入手的,恭喜 但如果有一些業內人士,就着衣服的膠料 持久度,有些評論,麻煩,質感 我也想學習一下,稍後見 謝謝